三国时期 蜀汉势力最弱小 曹魏势力最强大 东吴依靠天险 稳扎稳打 弱小的蜀汉之所以 能与其他两国抗衡 诸葛亮在其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被神化 可以欲捕先知 在真正的历史中 虽然诸葛亮没有那么厉害 不过也相差不远 在内政方面 其有着卓越的贡献 帮助蜀汉奠定基业 诸葛亮命归五丈元时 刘禅才执政十年 刘禅又执政了三十载 他是凭借什么 做到这一步的呢 在后世眼中 蜀汉的存活发展 与诸葛亮刘备二人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反 刘禅虽然继承王位 却在后来归降曹魏 乐不思蜀 留下一段让人唏嘘的笑谈 难道刘禅真的无所事事吗 诸葛亮去世之后 刘禅又做了哪些事情 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 对蜀汉的贡献不可估量 其才华横溢 奋斗一生 却依旧没有完成光复汉室的梦想 在诸葛亮离开人世后 蜀汉并没有立刻分崩离析 诸葛亮虽然死了 但他在临终前 将大事小情交代清楚 对刘禅详细说明一些注意事宜 例如 杨仪这个人心胸狭隘 不可重用 蒋婉费一等人是贤臣 值得重用 除此之外 诸葛亮还将自己的知识 倾囊相授 传给姜维 诸葛亮死后 刘禅废除成相制度 将蒋婉任命为司马 命其管理行政与军事 随后又将费一败为大将军 做着与蒋婉相同的事情 二人相互牵制 相互合作 诸葛亮的权力 不再握在一个人手中 而是分成了两部分 刘禅这样的做法 怕是刘备没有想过的 就连司马一族 对此做法也十分钦佩 蜀汉同样有着天险 这也致使人口基数较少 刘备在位期间连年征战 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多次北伐 诸葛亮死后 姜维又接管了这项任务 继续北伐 在此期间 刘禅没有掌握较多的实权 接二连三的征战 却没有引发内乱 刘禅还让在外打仗的士兵 有饭吃 这样的情况 坚持数十年 由此可见 刘禅为君之道 不存在较多的问题 即便将刘禅与曹丕相比 也不会相差多少 刘备一生之人善用 能选中刘禅 刘禅继承基业 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蒋婉去世之后 刘禅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 巩固自己的权力 直到刘禅投降曹尉之前 其对内修养生息 维护社会秩序 促使经济稳定 此时将为始终请战 刘禅不好出言反驳 其官具要职 且有诸葛亮的嘱托 说多了 恐怕会产生矛盾 如果将为可以理解 刘禅的治国理念 在外做好防御事业 对内加强经济发展 蜀汉的未来 想必一片光明 历史也可能会因此产生变化 就蜀汉后期的发展来看 刘禅的策略 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因地理原因 再加上蜀汉人口匮乏 如果常年作战 只会自损实力 渐渐崩塌 也或许便是刘禅 放弃反抗的根本原因 如果刘禅全力拼搏 誓死抗争 蜀汉将会遭受惨重的打击 尤其这样 不如放手一搏 保存实力 让自己姑且背上骂名 刘禅的做法 可以用大致若愈来形容 后世中有一个人物 与之相比 逊色许多 其便是礼后主礼于 在其归降宋朝之后 不懂得隐忍的他 写下一首诗 这首诗中有一句 春花秋月何时了 这句诗意思简单明了 就是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赵匡胤听说之后 毫不犹豫地将礼遇斩杀 刘禅与礼遇相比 刘禅的做法更加明智 是一个君主该做的事 刘禅被许多后人看扁 其能在诸葛亮去世之后 继续执政三十年 这与其执政手段不无关系 其智慧并不低于他人 尤其是刘禅的 为君之道非常厉害 只可惜后期 宠信奸臣宦官皇后 导致蜀汉过早灭亡